第九题 日常生活中电器都会有相关规格说明记录于产品说明书 今天宇涵家中小夜灯烧毁了 为了更换灯泡 上网搜寻到某牌灯泡规格表如图表 假设灯泡的店主皆遵守欧姆定律 如果宇涵不小心把A型灯泡买回家 并且替换了原本电压110伏特的小夜灯 请问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A型灯泡的标示是220伏特30瓦 也就是他要正常使用的时候 要接在220伏特的电压下 而这时候他的功率就会有30瓦 但是如果你把他接在110伏特电压下 他的电压不够 推动力不够 他就无法正常使用 他的瓦数就不会到30瓦 他的灯泡如果还有亮的话 也会亮得比较暗淡 所以第9题问我们说 请问可能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灯泡亮度不足且功率低于30瓦 1.200瓦 1.250瓦 1.150瓦